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冲击之下 不少基层家庭的生計都大受影響 有見及此 医護行者推出衣食同行計劃 唯有需要家庭提供短期營養食物支援 健康資訊 營養和健康資訊服務 幫助他們提升對健康飲食的認知和營養攝取 促進健康 上集約劑師講解了社區藥房如何幫助高小姐處理感冒問題 之後約劑師將高小姐轉介給護士 繼續講解打流感針要注意的事情 我朋友之前跟我說打流感針可以治感冒 是否真的 你好呀高小姐 我是醫護行者的中姑娘 剛才約劑師都跟我說 你對流感針都有些興趣 所以不如我講解多少少給你知道 好呀姑娘 我之前真的沒有聽過 最近肺炎感染重 我朋友跟我說打流感針 我想知道 我們是否應該打 首先 流感就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呼吸導疾病 打流感針是可以預防流感的 不過在冬季流感高峰期之前就要接種了 因為打了流感針都要兩個星期 身體才可以產生抗體 咦 那我是否打了就不會病了 打了流感針主要是預防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感冒 雖然都不是百分之百不會病 但可以有效減低感染之後出現的嚴重併發症 尤其是肺炎呼吸困難 姑娘 那是否像小孩打免疫針 打一次就不會病了 因為流感針跟小孩打的免疫針是不一樣 因為流感針每一年的組合都不同 所以要每一年去打流感針 才可以預防到那年的流感 姑娘 那我的小孩應該不應該打 媽咪我不想打針 吃吃怪啊 聽婦娘怎麼說呢 根據專家的建議 其實六個月以上的BB 就已經可以接種流感疫苗了 尤其是一些容易受感染的 和容易出現病發症的人士 包括長者 小童 人婦 長期病患者 或者一些從事較高風險 容易受感染的人 好像我們醫護人員那樣 所以你可以帶你家裡的小孩 和長者去打流感針 因為他們的抵抗力 沒有一般人那麼好的 感染了流感之後 會容易出現嚴重的併發症 不過其實全家人一起去打 就更加有效預防流感了 那又是呀 他們每次病都很久才好 那打完有什麼副作用呢 其實打流感針和打其他防疫針 副作用都差不多 就是說可能針口位有少少紅腫 或者有些痛 有少部份人可能有不適的症狀 例如發燒 肌肉痛 或者其他不適的症狀 但是通常一至兩天就會過了 那我是不是現在立刻要帶他們去打 在香港其實流感高峰期 是1月至3月 和7月至8月 所以每一年大約10月至12月 就要注射流感針 就可以預防未來的流感了 那我可以帶他們去哪裡打 還有是不是要自己付錢打 其實政府都有兩個計劃 一個是政府防疫注射計劃 和疫苗支助計劃 可以提供支助 或者免費的流感疫苗注射 這兩個計劃都適合6個月以上的BB 小朋友 孕婦 長期病患者 和50歲或以上的人士參與 合資格的人 可以去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 或者醫療機構打針 政府都有資助 而我們醫護行者 上一年都要參與政府的疫苗支助計劃 可以幫助合資格的人士 提供這個資助 來打流感疫苗 咦?這麼好 那我豈不是可以帶他們來打針嗎? 是啊 到時可以帶他們兩姐妹 上來這裡打針的 媽咪 我們不想打針了 打針沒那麼容易病的 阿妹 不用怕 你看 祝哥 這裡有很多漂亮的家庭 我叫中風來不會打針 之後送兩間牢給你 真的嗎? 那我也要打 在護士和藥劑師的介紹下 高小姐的感冒好 之後在流感高峰期 帶同家人一齊來中心 接種流感疫苗 葵家社康會由專職醫療團隊 包括護士、藥劑師、物理治療師、營養師 聯同社工和其他義工所組成的社區健康管理中心 目標是提升會員的健康性能 擁有健康的能力和善用醫療服務 葵清區的在職低收入人士及其家庭成員 都可以免費申請成為會員